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的家鄉廣東某名電白靠海 海產品非常豐富 這個視頻就會和大家分享 剛剛從水中撈出來的水母 是如何製成我們平常吃的海節 現在我們看到的這些漁船 它們全都是專門布水母 每天回來的水母數量都不同 有時多些有時少些 漁民說今天的數量不多 它們現在就只將船上的水母 運至岸邊 現在看到的那些紅白藍的袋 裡面有裝著今天回來的水母 到了岸邊之後 它們就將袋裡的水母 一隻一隻放在運輸車上 它們搬運水母 好大一部份都要靠人手 我還記得我以前看過的一部電影叫做《七磅》 電影中的男主角 因為自己的開車失誤 導致了七個人的死亡 最後因為內疚而自殺 將自己的七個器官 捐獻給七個人 讓它們得到重生 而它當時自殺的方式 就是用一隻有毒的水母 電影中的水母有毒 當然就不同於我們這些可以食用的水母 這些新鮮的水母是不能用手碰的 如果你用赤裸的皮膚去碰它的話 你整身都會奇行無比 可以見到所有的漁民都帶了膠手套 大型的水母是需要兩個人一起 才可以搬到運輸車上 水母的體積有大有小 大隻的可以去到百多斤 而且它又大又重 身體內大部份都是水分 它們將海截全部放在車仔上 然後拉車仔回到岸邊 這些車仔是人工操作機器來拉的 然後再將海截射在運輸車上 然後再將車開去它們的海截加工工廠 到了加工廠之後 水母就會射在它們第一步加工的地方 這個大的你 全大嗎 第一步就是將水母身上的這些高角 然後再進行下一步的加工 不同的人負責不同的工序 水母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處理方法 加工水母的前幾個步驟 是很難用機器代替的 全部都要用人手來完成 好大 你現在覺得那些是什麼 這個是高力的 不要啊 不要的 那些身就要 這些身上有多少水分啊 很多 全部都是水 全部都是水啊 全部都是水啊 這隻就是這樣 中間這些叫不叫嗎 那些叫不叫 那些都是字的 很多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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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用手摸有沒有毒的 沒有 這些很癢的 很癢的 很癢的 看一下 揭開是這樣的 摸哪裡癢 哪裡都癢的 那些水漸都癢的 那有沒有毒的 有些水是過癢的 有些水是過癢的 就不行 全身發生的 紅疹 如果是過癢的話 再拋一下就可以了 哦 最好都不要碰 對 紅色的今天只有一個 有多一點 紅色的很貴 白色的多少 這些叫不叫 這些 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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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很貴 最貴就是那些 最貴是這些嗎 對 那樣子 即是不懂就走寶 這些藍色的呢 不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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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不漂亮 這隻不漂亮 漂亮嗎 怎麼為是漂亮 都沒有這些 這些 要有這些才漂亮 這些蟹蟹 多少年才能生那麼大 一年 一年 天然的 養不到的 天然 不叫 不同的部位 就切成不同的形狀 這一部機 就是切絲機 切成絲之後 就把它們浸在海鹽水裡 經過脫水和浸鹽水之後 它的口感才會爽脆 現在我們見到的這些海節 就還未經過切割 上面灑了很多鹽 灑鹽就有助於它們脫水 我也是第一次參觀海節加工廠 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海節是如何加工出來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不同的鹽水浸泡池 海節不同的部位設成不同的形狀 分別浸在不同的池當中 浸的水裡就落了大量的海鹽 等海節脫水之後 也會將它們放在很鹹的鹽水裡來保存 旁邊的那些這麼大片 這些是這麼小的 這些是這麼小的 這些是加工的 加工的切 加工的切小了 即是每個池的大小都不一樣 部位都不一樣 看看這些 要浸多久 不知道 海節就含有豐富的蛋白質和鈣等營養物質 而且它含有豐富的點 海節就有擴張血管降低血壓 消炭散氣 臨場消息的功能 同時它也可以清腸胃 增加人體的抵抗力 工廠加工好的 所出售的海節產品 都是浸在鹽水裡的 我們在吃之前 就要將這些海節 在清水中浸2至3小時 等它沒有那麼鹹的時候 放在滾水裡搓一下 撈出來之後 就放入自己喜歡的調料涼拌 海節不單單營養豐富 而且更爽脆可口 我自己就最喜歡吃涼拌海節頭 這次我也買了兩桶 回廣州慢慢涼拌來吃 因為它夠鹹 所以它不用放在冰箱裡 都可以保存很久 不知道你們又喜不喜歡吃涼拌海節呢? 今天的視頻 海節的加工過程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吧 多謝你們的支持